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10月10号星期四 大家好 这个万众瞩目的中美贸易谈判第一天结束 川普发推 川普在推上说 他说跟中国谈判的大日子 今天是 他说中国想要达成一个协议 但是我想吗 他说我明天会在白宫跟中国的辅助领刘鹤见面 那我们也得到了一些内部消息 好吧 跟大家稍微说一说 这一次是这样 习近平的派刘鹤这一次是挟了重金前来 就是说要诱拐川普 咱们说是这样 看着这件事就说 很明确 中国这次来不想要一个全面的 然后一个永久性的协议 不要长期协议 也不要全面协议 中国就是想要一个协议 这也没有问题 但是中国想要一个局部的临时性的协议 这是中国的目的 非常非常的明确了 这次到现在这次谈判完之后 我们得到了消息 就是这样子 那么中国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 他使出了哪些手段 他要说服川普 对不对 因为从川普来讲 川普从中美贸易战开始 川普就 其实他一直希望一个全面的 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一个协议 因为前面的美国总统们 在跟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 经常最后都是沦为了 获得的一个局部的临时性的协议 没有全面的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全面的解决中美贸易的问题 川普就不想再跟前任的总统一样 川普就是想要全面的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 中国和川普之间是有一点点的 不能说有一点点的 是有巨大的这种差异和分析 因为川普想要一个全面的 永久一个长期的协议 不想总是不了了 对因为如果搞了一个局部的临时性协议 等于就是不了了之了 就被中国混过去了 对不对 但是这次就是刘鹤来的中国的目的 中国怎么能够说服川普 放弃他的一个长期的全面的协议 而跟中国签一个临时性的一个局部协议 好 重金收满 这一次刘鹤是带着支票本来的 就跟川普再说好了 你只要同意 咱们就签协议 这个协议里咱们可以签 就是说在未来的 比如说一年到两年的时间里 今天是10月 对不对 可能那就是一年 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里 我们承诺购买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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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农产品给你买什么什么东西 你只要同意 这支票本我们拿来了 现在就给你签支票 等于就是重金来收买川普 好 中国的目的和他的手段 我们说完了 他要达到这个目的 然后他使出来了 就是重金收买 重金诱惑这么一个手段 然后我们反过来看川普这边 川普面对这个问题 他有一个选择 一个什么选择 就是说 首先很明确 他的目的要是想要一个长期的全面性的协议 对不对 但问题是明年11月份选举 目前民主党在众议院谈何谈 内忧外患 跟中国现在又谈着这个东西 对不对 那么对于川普来讲 他现在有没有 就是说第二个需求 有没有可能需要一个临时性的局部协议 也有可能 如果能够跟中国达成一个临时性的局部协议 然后中国来重金的来买农产品 买各种东西买买买 对于川普的明年的选举 就短期来看 咱不看长期目标 看短期目标来讲 是有利的 对不对 对川普是有利 没有问题 那么这样子的协议 能不能谈 能不能同意 也是可以 就是说先签一个 然后等明年11月的选举之后再说 对吧 其实中国也是这么一个态度 就是说明年你能连任了 咱们再说其他的 你连任不了了 那咱就过去了 对不对 那对川普来讲 也能接受 那我为什么说 那么这样的话 双方部队可以达成了 对不对 但为什么我说在这儿 有一个问题 一个难点在哪 就是说解决不了的一个难点 什么 就是说 中国川普想要的一个临时性 或局部的协议 是到明年的11月大选结束 或者最好是能够到 后年的1月份 等连任的仪式搞完 因为是11月大选 然后1月 如果换了总统的话 1月到后年的1月的时候 就正式上任了 如果是先任总统的话 也会搞一个连任的 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庆典 对吧 也是在1月份 那川普就希望 临时性的协议 或者局部的协议 能够最起码持续到明年的12月 或者是后年的1月份才好 你给我来个一年多的时间 你让我有足够的时间 把我的连任选完 然后能稳稳当当的连任好了之后 咱们再谈 对不对 当然如果要谈一个临时性的局部协议的话 这是川普的想法 但这是中共的想法吗 肯定不是 对不对 中共的想法是我现在 我先跟你谈一个局部临时性协议 我挥舞着支票本 对不对 我给你买买买 没有问题 但是等到明年11月选举之前 也许到了8月或者9月 或者到10月 可能拖不到10月 因为10月都离得太近了 可能在8 9月份的时候 中国找一个借口 比如什么借口 比如说 我发现了香港这个问题 就是由你美国在背后参与了 你有你美国在香港的人员 跟香港的一些反对头目 联系街头吃饭聊天的照片 我们展示出来 那么我们认为美国干涉了中国内政 那么据此 我们不再承认 就是说之前的 之前的 就比如说就是今年的 对 等到明年8 9月份的时候 就不承认今年10月份 现在签了这个临时协议了 我们全面否决他 不但否决他 我们攻击川普 我们认为你无能 你连这场中文贸易战 对美国经济 对中国经济 对全世界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 我们不但 我们在这个 这个短期协议 我们不承认了 因为你干涉我国内政 对不对 不拿香港少许口 拿台湾也行 比如说我认为你 你现在在台湾 比如你卖给台湾武器 或者你军舰从台湾过 或者你又有你的官员 跟台湾的哪个官员 见面了 对不对 我们这边你干涉 这是中国内政 我们就 所以鸡蛋里挑骨头 总能找出借口来 总能找出 随便找 或者你什么制裁 我新疆官员了 你干涉我国内政 甭问怎么着 反正你干涉我国内政 你放了个屁 你干涉我国内政 你他妈寻找我了 你知道吗 我随便掌握理由借口 我就把他推翻 到明天8 9月份 推翻之后 我全面给你开战 干你 然后民主党马上上来说 你看 我就说川普无能 他被中国骗了 跟中国这样搞就不行 就让我们民主党来 然后全面的 在11月大选 两三个月之前 跟民主党一起掀起波兰 干你川普 让你连任不了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有 所以就是川普的问题 就说临时性的局部性的协议 还有中国的支票本 你看这里面都是钱 你给我划划划 看支票本吧 啪啪啪 兄弟只要签了 马上签签签 money money 就给你 川普在那看着呢 哎呀 就想 哎呦 我就想 就跟那个耗子 一个大胖耗子 看见了一个 cheese 一个老鼠家上 摆着一个奶酪 而那奶酪吧 还是烤过了的 香喷喷的 然后上面有烤过的 热腾腾的冒着热气 然后有一点化了 哇 下边是奶酪 上面的奶酪化了 再往下滴的那个奶酪上闹汁 川普这大耗子 哇 哎呀 就看着这东西 这个想吃 是不是 想咬 那他也明白 这口只要咬下去了 对不对 这个老鼠夹子 现在不会砸下来 但是到明年八九月份 他大选之前 这老鼠夹子肯定你翻下来 那么你能不能把他吃完 就是个问题了 好 那分析到这之后呢 川普又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呢 就是这样子 我拒绝 我不要 你那奶酪拿走 你别给我看 我不看 我两个看子我不看 我看了我也缠 我也不看 你甭拿你那支炮本 这样给我放的 我不要 我就要一个解决问题的 一个全面的长期的一个协议 我要解决问题 我不想跟你再这么玩上去了 这是猫着老鼠玩来玩去 没意思 对不对 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说同意 签一个临生性的协议 因为我认为什么呢 你现在反正你支炮本来了 对不对 我昨天也说了 现在在谈 如果谈不拢的话 对双方的经济都有重大的影响 股票肯定会跌 如果这一次谈不拢 那么每个股市肯定又是大跌 这个川普是不想看到的 因为马上要选举了 对不对 因为如果不能有一个协议的话 如果又闹掰了的话 不光是股市 对美国经济 对中国经济都有重大影响 而且马上10月5号又要再加关税 所以对于川普来讲 就是说能不能咬皱牙 坚持一个长期的全面的协议 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这考验他的心理的承受能力 对不对 那么有没有可能先接受这个 从我们刚才分析 应该是不行的 对不对 因为你如果接受了一个临时性的局部的协议的话 那明年七八月份八九月份的时候 中共到时候打你的时候 埋下野换 埋下野换 你很被动 对不对 但是有应对方法 就跟下棋一样 一旦我知道了你下一步要走什么的时候 我很确定了 我看明白了你要干什么的时候 我总是能有相应的应对的方法来给你应对 什么方法 就是这样子 我现在你不是你不要害我吗 这奶酪我先吃了 知道吧 糖衣拿炮弹打回去 怎么怎么干的 这样子 我先给你签 签完之后你支票本 对不对 但是你得给我说好了 你不能够说你现在买的少 到明年买的多 这不行 你就得下个月就得给我多买 就比如说现在10月 11月12月 就是说越来越少可以 但是从下个月开始 你就得让我能看见钱 对不对 你不能拿一个假的 因为去年12月1号 在阿根廷传习会 也是承诺了告白大量的农产品 最后也是不了了之的 然后今年三四月份 四五月份的时候 刘霍兰也是说了 说500吨大豆 每天也是许诺了半天 最后狗屁都不是 对不对 所以川普很明白 你又拿着奶酪 就同样这一块奶酪 你骗了我好几次了 对不对 每次都把我大放手加了 然后奶酪我都没吃着 对不对 所以这次如果要签的话 你必须得把奶酪给我 最起码 就是说不说马上一口 让我吃了 你先给我一半 你也让我能看见东西 对不对 好 看这东西之后 我就在11月12月 我就得到好处 我得到好处了之后 不等到明年八九月份 等到明年三月份 四月份的时候 我率先发难 到明年三月四月份时 我好处捞得差不多了 我又争取 从11月12月 1月2月3月 这5个月 我尽量的从中国捞好处 尽量的逼中国买我的农产品 买我的猪肉牛买东西 让我的农民拿钱 挣钱 让我的经济得到好处 得到好处之后 我不用等到八九月份 我到三月份 四月份 三月底 四月初的时候 我率先发难 我 找一个 找一个什么 好 你又在新疆 你又抓了一新疆人 你又迫害你自己人民 你是刽子手 你是恐怖寸子 我要打击你 临时协计 我不签了 你放了屁 习近平放病好臭 寻找我了 我不同意了 我反悔 反正对 既然你挑骨头 欲加之罪 何患无死 对不对 反正你能说 我放屁欣赏你 我还说你放屁欣赏我了 对不对 你说那屁是我放的 我说屁是你老婆放的 对不对 反正互相咬 等于到三四月份的时候 我顺先发难 钱我挣着了 哎 我争取 这先搞个四五个月 我先从那尽量垮死钱 哎 奶酪了 反正肯定都迟迟吃不了 我尽量垮死 能吃多少 吃多少 吃完到三四月份的 你老手夹子还没翻过来了 我他妈签撤了 撤完之后 我都赶紧骂 十个破奶酪 一点都不好吃 你知道吗 你不是美东奶酪 你中国人做的 那不行 反正不管怎么着 就是你打回去 打回去之后 开始群情激愤 知道吗 不等你中国和民主党想要向我发难 我先给你发难 然后我就说 你跟民主党串通好了 这是一个陷阱 你们想加我 你们一丘之鹤 你们里外勾结 你们串通一亲 对不对 反正我先弄个四五月 我把好受尽量都夸死了 夸死差不多了之后 不等你打我 他妈先打你 我先干你 直接就翻过来 这个对创作来讲 也能接受 没有问题吧 好 那么现在摆在川普的面前 还是又是两条路 一个做一个正直的 善良的人 诚实可信的人 听着就不他妈不像川普 你知道吗 听着就不像川普 然后就告诉中共 不行 我要一个长期的全面的协议 你拿这种支票本来诱惑我 这个不行 我不接受 唐一炮弹 我唐一炮弹都不要 不行 这就比较正直善良可信 另外一个就是说 像我刚才说的 就是说你不是要骗我 对不对 你不得拿临时协议来算我 好 我就是借利使利 以其人之道 还制其人之身 行 唐一我留下炮弹打回去 那么选哪个对于川普比较好 表面看起来 第二个对于川普更好 更符合川普的口味 是不是 口味比较重 大胖的 口味比较重 但是我希望白宫的翻译人员尽快把我的视频翻译总结出来给川普递上去让川普知道 第二个其实不太好 为什么 就刚才我说就下棋 下棋 下棋 我一旦知道你这一步要走什么了 我下一步就可以应对你了 对不对 先发制 我就可以先发制 我可以应对你这一步 没有问题 但是下棋的时候 我们通常是这样子 我能够简化局势 就是说这棋我一定赢 对吧 因为我实力比你强 比如我现在大子 我就是比你强 我实力比你强 我大子 我比你多个局 对不对 然后我还多几个小卒 对不对 我明显的是赢的骑士了 你现在想赢是不可能的 你想求和了 对不对 在这种局势之下 稳妥的做法是什么 纤维不可胜 以待敌止可胜 这棋验里的也是孙女兵法里的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纤维不可胜 就是说我要先要做到 你不能战胜我 然后以待你出现了漏洞 以待敌止可胜 好吧 纤维不可胜 以待敌止可胜 这意思就是什么 我要简化局面 因为局面如果太复杂了的话 有可能出问题 走漏了一步 对不对 虽然我可能大你一个局 但是你还要你两码两炮一个局 你还骑我六个嘴 你五个大嘴 对不对 我可能多了几个嘴 但是你觉得够杀 不要说两码两炮一个局 你就还剩一副 你就还剩鞠马炮 你还剩一副 其实这骑都够杀了 对不对 如果走不好的话 可能我大你一个局 但是如果没走好 一步没看清楚 局面比较复杂 没算清楚的话 我有可能出问题 对不对 但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大子明显占右的情况下 怎么办 我简化局势 怎么简化局势 跟你对嘴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对了 麻对了炮对了 鞠对了 一个一个队 逼对 全对完 对完了之后 你完了 没有了吧 我就比你大 最后我可能我大你一个局 我一个局带几个嘴 我够赢了 一个局带俩 你不就结束了吗 对不对 最简单 等到你什么都没有 都被我对光了之后 你没有杀了 你光上视相权了 对不对 你什么都没了 你还杀个屁 你们都全都过不来 连核子都过不了 对不对 你还能拿老将顶死我 舔死我吗 对不对 你又完了吗 我简化局势了 对不对 因为我现在明显优势 我就简化局势 现在这两条路 摆在川普面前 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一个 就是说我直接拒绝你 对不对 我直接15号加关税 就是强硬手段 我逼你就得跟我签一个 长期的全面性协议 这个相对来讲 不那么复杂 是会有伤害 就对子 等于我的股市也在下跌 我的经济也受伤害 你也有 大家都在都在伤害自己的子律 对不对 这是一个对子的一个情况 如果选这个就不对子 我们谈头了 谈了甭管是一个局部的 临时的 还是什么一个协议 谈出来之后 双方的股市肯定都会大涨 经济都看好 大家全世界都就中美 终于看好了 对不对 这个是不对子 但是局势会非常的混乱 这就不好说了 明年你说你想率先发难 人家可能还有其他的想法 对不对 就是你 因为是这样子 你明白他要做什么了 你有了应对之后 他也明白你要做什么了 他又会有 再有其他的应对 因为川普一定要明白 虽然你的幕僚 再尽快的把我的视频 翻成猪门给你 习近平也天天在那巴头看着 说久了挺像真的 说久了越说越像真的 我自己都相信了 自己都信了 自己都信了 怎么着 你说这个意思 反正你想你能想到了 对方也会想到 对不对 所以局势一旦混乱了之后 不见得对你有利 尤其是什么 你现在处在一个必胜的局面 举个例子就像台湾一样 蔡英文现在 明年 就是今年的大选 对吧 蔡英文现在几乎可以说处于一个 是明年明年一月份 我说错了 不是今年 是明年明年一月份 他别口误 因为有的人专门挑这种小毛病 明年一月份的台湾大学 蔡英文现在来讲 处于绝对优势 是几乎是必胜的 所以对于蔡英文来讲 蔡英文想干什么 简化局势 让少的人进来 假如说现在 郭泰明宣布参选的 柯文哲宣布参选的 宋楚瑜宣布参选的 王建平也宣布参选的 这蔡英文不利 为什么局变太混乱了 一下子进来这么多人 你知道吗 在那边带过李秀莲 李秀莲没事再卷卷他 然后大家都在攻击 这个局势就打乱了 对于蔡英文来讲 实际上是不利的 乱局反而对韩国瑜有利 对不对 对于蔡英文现在来讲 他干什么 简化局势 最好的就是 郭泰明不要参选 柯文哲不要参选 王金平也不要参选 李秀莲最好就赶快就 失败了多了 这么大岁数 这么大岁数的你 恨得牙羊 对李秀莲 包括他也无所谓 李秀莲也掀布 你什么太大的风浪 对不对 反正对于蔡英文来讲 就是希望简化局势 参选的人越少越好 最好最好的结果 对于蔡英文来讲 就是蔡英文跟韩国瑜单挑 那就完了 那就稳了 稳稳了 这题就稳了 稳拿把掐 对不对 这一旦乱了就不好 所以现在对于川普也是 但是反过来 对于韩国瑜 韩国瑜现在处于劣势 绝对的弱势 对于韩国瑜来讲 现在需要什么 就是把水搅混 越乱越好 最好赶快 郭泰明也来 呃 吕秀莲 赖清德 你最好赖清德也宣布参选 都来 吃吃扁 吃吃扁 来来来来 再选一块老爷子 来来来 换换看李 李登辉选不选 把英九 回来来 接着来 对不对 对于韩国瑜来讲 就像把水搅混 越乱越好 对于蔡英文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就是中美目前的情况 美国处于绝对的优势 目前 中国处于劣势 所以中国现在是想干什么 想把水搅混 而美国应该做什么 简化 应该简化局势 知道吗 不要把这个棋局的影像复杂化 反正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但是川普能不能就是说做一个诚实的 正直的善良的人 你说这几个词 我说着 我拿这几个词说川普我都心虚 你知道吗 所以你知道吧 我觉得还是川普吧 属于重口味 你知道吧 口味比较重 但是说实话 冷静下来想一想 还是应该来简化局势 是吧 好吧 这是我的一个分析 对不对 对 好 那么结果什么时候出 很快 你们发现 我最喜欢预测这种东西了 就是迅速 就出结果 就出结果 10月15号 今天是10号 就还有5天 加不加关税 只要加了关税 说明他就是一个诚实 善良 正直的人 这个 这个给他洗不干净 这几个团队 他身上实在不混 反正就最起码说明 他在简化局势 说明他内心还是比较强硬 比较坚强的这个人 说明比较彪悍 那真彪悍 10月15号 如果接着加关税了 那就是彪悍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如果没有加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说 这个奶酪看来真的很秀人 川普想要吃一点 是不是 那我们现在来讲 作为一个预言 就是说川普会不会吃这奶酪 我是觉得如果中方提供的offer 足够吸引的话 川普会妥协的 因为他要选举 连任选举 他是要先看这一点 而且双方的股市的压力 也会让他先妥协一下 所以我觉得他不会特别强硬 因为政治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复杂了 双方的博弈 不会说我就跟你干到底 但是就是会如果能妥协 如果能暂时的休战一下 他也会休息一下的 我是这么觉得 你看首先你说你的前提就是中方足够诱人 对不对 那我现在告你一个内部消息 据我们现在修脚的师傅 修脚的师傅 传来的消息 这一次刘鹤开舍条件非常诱人 比去年的12月份 比今年的500吨Per Day还要诱人 而且还要真实可信 这次因为也明白了 如果再骗的话川普也不信了 所以这次是真金白银来 没有问题足够诱人 但是因为既然你已经压了这边了 我跟你压一起就没有意思 对不对 那本着我是一个诚实的 可信的 善良的 正直的一个人 一个有情怀的人 那我希望川普也跟我一样 做一个有情怀的 政治的 诚实的 可信的 善良的一个人 也去减化局势 不要接受中共的这种 就是说有点热灌迷汤的感觉 你知道吗 一瓶好酒 一瓶茅台拿来了 要给你灌下去 我希望川普不要接受 好吧 那我认为川普不接受临时性的局部的协议 好吧 虽然说拿情怀一两个字去框川普 拿情怀一两个字预设川普 我就觉得心里发凉 不过怎么说呢 如果说对了呢 就是奥哥多尔瑞 图德罗尔的 对吧 一切荣耀鬼主 说错了 怪我自己吧 好吧 好 怪我自己呢 是一个诚实 真实 善良 可信的一个人 算了 你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也挺好的 我说久了 我自己也能信 好吧 那今天这期讲到这里吧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